泰国军政府近日开始加强对反军事政变示威者的打击行动 警方23日表示 任何人只要能提供照片或者视频 证明有示威者参与反政变抗议活动都将获得赏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报道 泰国全国警察副警长宋玉表示 任何人如果向当局提供的照片或视频 可以用来作为示威者参与反政变示威活动的呈堂证据 将示威者定罪 他们提供的每张照片或每个视频都可以获得500泰铢的奖赏 泰国警方表示 警方也希望通过社交网站得到有关反政变示威活动的情报 泰国军政府自上月22号接管政权之后 便日益加强管控力度 对付反政变示威者 22号 一名戴着墨镜的男子独自坐在曼谷一家著名购物商场外 一边吃三明治 一边阅读英国作家乔治·奥威尔 以专制独裁政权为题杀的小说《1984》 结果被警方逮捕 这个所谓三明治示威据说是受到了一群学生的启发 这群学生数周前原本计划举行一场野餐集会 抗议军人接管政府 但遭当局阻拦 最后他们只好向路人免费派发事先准备好的三明治 据悉泰国维安会主席巴裕 已经于5月宣布戒严法 禁止5人以上的集会 好